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刘统勋做事荒诞不惊 有违正义 夺取他的文华殿大学士职位 扣凤赢一年 戴罪办事 一挂碰相 这 皇上驾到 都起来吧 孩儿给额娘请安 奴才给太后请安 免礼 谢太后 额娘把孩儿找来有何急事 你们都下去吧 这 孩儿怎么敢有劳额娘 我从未干涉过朝中内政 今天要求你办这件事情 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断杯茶给皇上 表表心意 这杯茶 你是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桂荣这件事情 孩儿实在是不能维护他 下面大臣们揍他的折子 那已经是到了一种 揍折的事我都看了 他们写揍折 都是为了逃避追缴债务 我问你 你是皇上 你可以没收贵荣的全部财产 一贬到底 永不续用 给他留条命就行 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 百年之前 我还想找个人说说话 叙叙亲情 你不能总让我 对着花儿鸟的说吧 孩儿不是 是孩儿的不是 桂荣这人对皇上傲慢 霸持国库 皇上已经忍了他很久了 这我都知道 现在他把国库让出来 你的账本呢 也都重新腾抄了 只要你把下面 大臣追缴的事情给抹掉 谁还敢来找这个麻烦呢 这刘统勋 他 他把这真杖本望外一拿 的确是触犯了重怒啊 孩儿以前没想搞这么大 现在是想收也收不了这个位了 这个刘统勋呢 不是一直想告老还乡吗 他也老了 皇上就让他安度晚年吧 只要他不追究贵荣的事 就留他一条命 皇上就准他告老还乡 我待刘统勋呢 一向也不保 多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我想这个面子 他还是能给的 二夫子 奴才在 给刘统勋传旨的人去了没有 已经交代过了 恐怕已经走了 立刻用快码把他追回来 传阵口御 赏他黄金五百两 这 玉碧五双 古迹善本实测 这 够不够呢 对了 再加封他三级 皇上 刘大人位置极品 没法再封了 是吗 那你这么跟他说 让他仔细查账 事成之后准备返乡 朕要亲自送他 要黄土电道 净水泼街 八台大轿 喇叭欢送 一切按照王爷的标准去办 这 快去 孩儿已经是尽心尽力了 成于不成 听天由命吧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尽天下大定 四海生平 国库殷实 五股丰登 有臣刘统勋 居官不体 做事荒诞不惊 身负振义 夺文华殿大学士职位 罚凤银一年 戴罪办事 以官厚效 侵辞 刘统勋 接旨 刘大人 实在是没法子呀 大家推来推去 谁都不想来 心灵了 有劳徐大人 进入河杯茶吧 公务在身 不敢打扰 下官告辞 告辞 不送 不送 老爷 你又怎么得罪皇上了 老爷 这一年的俸禄都没了 你指什么呀 叫唤什么呀 你叫唤 皇上就能听见了 圣旨到 刘统勋接旨 完了完了 这次你是把皇上 给气蒙了 刘统勋接旨 传皇上口谕 刘统勋办事利落 立功甚大 赏刘统勋 黄金五百两玉碧武双 另有古籍善本实册 官复原职 赏发双份俸禄 待刘统勋 清理完账目之后 恩赐告老还乡 皇上亲自送行 一路上黄土电道 净水泼街 按王爷的标准办 刘大人 还不赶紧谢皇上 刘统勋谢主龙恩 赶紧站起来吧 别去 我得看看 还有第三道圣旨没有 刘大人 您真有意思 皇上说了 您最聪明伶俐 明白皇上的心意 不不 我是越老越糊涂了 请回皇上的话 臣已经收到了 臣办事 请皇上放心 行了 快起来吧 把刘大人的东西 抬进去吧 这边这边 轻点啊 您看皇上太客气了 还送这么多东西 公公 请里面奉茶 不敢不敢 刘大人如此大礼 我可受不起啊 公公 我还有一事相托 公公请 谢谢 谢谢 你看 你看 皇上让你回去了吧 哪有皇上给大臣送礼的 这叫什么事吧 这是皇上送的 咱不收 不成抗旨了吗 这事啊 收了 是麻烦 不收 也是麻烦 我不收吧 那是抗旨 我要收了呢 那明天我参贵荣的折子 是递还是不递啊 我要不递 人家说我受贿了 我又不能说 这是皇上给的呀 反正这事啊 麻烦得很啊 这东西先别动啊 我再想想办法 走 公公 请 这可使不得呀 刘大人 在下可笨 您要是下圈套 可不值当的 奴才可没害过您呢 公公 请坐 公公 何以知道我要下套呢 刘大人一身正气 从来不跟我们这些内官打交道 怎么今天忽然客气起来了 你没听人说吗 刘统勋年纪大了 待人和气多了 皇上撤了太学 刘统勋竟然说不出话来 皇上收了店铺 刘统勋只能回家自己生闷气 如今的朝政啊 那是纳善的天下了 刘大人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皇上说了 他很器重您 特意让我给您 公公 明日朝议之时 就有一场刀兵之灾 到时候 刘统勋的脑袋 说不定就掉了 我还找谁说话去 公公 你我乃是有过患难之交的 刘统勋有一事相求 请公公应允 土匪营里万箭如雨 要不是刘大人的神机妙算 我早就成刺猬了 我呀 就是再不懂事 这救命之恩 也不能忘啊 刘大人 你有什么事 就尽管吩咐 谢谢公公 那闲话我就不说了 公公 请随我来 公公 只有三个奏折 请公公收好 我入狱之时 请公公把这白色折子 给皇上看 如果皇上入狱 那把这黄色折子 给皇上看 如果我刘统勋 侥幸不被看头的话 那就请公公 把这红色折子 给皇上看 刘大人八成是个戏迷吧 这怎么像诸葛亮的 锦囊妙计啊 你就说行还是不行 小的尽管无知 但也知道刘大人是个好官 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了 谢公公 公公 此事凶险 你要一步都不能离开皇上 这三本折子要随身带好 公公 此事一切拜托 刘大人 小的有一事不明 皇上怎么能入狱呢 皇上一只脚 已经踏在牢狱门口了 好 不多说了 你速速回宫 皇上要问起来 就说刘统讯全家感激